以下的字它不是微软正黑体 size可能应该遇上了12 主要是改它的字型 要怎么样改成微软正黑体 其实也非常简单 如果你会之前那个phone 哪一个出存格点phone 或哪一个范围点phone phone后面的话 它后面有个点phone 之前我们是phone的color phone.color 那如果字型 就是什么phone.name就可以了 它的名字 字型的名称 那你就把等于什么的 微软正黑体放在它后面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它底下出来的就会是微软正黑体 那这个叫phonesize size你给它数字就可以了 OK 然后再来什么呢 字中 这边有个字中 字中的话 就是叫phone rental.xl center 把它自装 然后画框线上个礼拜讲 所以基本上呢 我如果要做出 刚刚假设又把格式加上去的话 我在demo给大家看 所以做完之后 一样我就是输入之后 新增格式过来 或者再来一样 再来一个 enter enter 有没有 它就自动做了 那其实我只是改了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格式部分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大概只是在那个 程式在这边 新增点两下 那刚刚的部分的话 就是再增加什么 增加总共会有那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OK 那微软正黑体怎么加 所以基本上比如说我想要第五个 格式化 格式化就是做这几件事情 OK 那这几件事情 第一个 怎么样做微软正黑体 那我的范围是在哪一个范围 要做微软正黑体 首先的话呢 当然 我们要针对的是哪一个范围 特别注意 我要格式的是这个范围 是从 这个A10好了 下一个是A10到G10 有没有 这个范围 OK 那理论上当然呢 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的去格式化 不过呢 如果用Sales的话 你至少 一个储存格 就是要写一行 有没有 Sales 然后哪一个 第十列的A栏 的什么呢 字的 字的名称 你就要一行 然后呢 这个又一行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那个储存格 你变成要写 至少要写七行 但我是建议如果连续的 假设是连续范围 你就用Range就好了 因为Range呢 基本上都指这个范围 那怎么写 你就是这样 Range 然后刮胡 然后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A10 冒号 G10 这个范围要做什么呢 做那个字型 变成微软正黑体 点什么 点Fone Fone Fone出来了 Fone的什么呢 其实猜 应该有时候 其实他的 能做的事情都在这边 一只手拿着一个东西 就是他的所谓的属性 某一个物件的属性 属性讲白话 就是他的设定值 什么设定值呢 关于他字型的 哪个设定 字的名称 就是字型的名称 等于什么呢 微软正黑体 那其实这里 你就记得 他的字的name 一定要是文字 那你就把微软正黑体 把它输入上去到这边 如果你怕做错 我就建议你 干脆直接从这边复制 这样会比较保险 对吧 这个名称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后面来 那这样子 就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那个范围 的字的名称 就是字型改成这个微软正黑 但是问题来了 以后 这个10 也会变 如果再输入一个 10 下一个就11 那你永远都格式10 那11怎么办 没有 OK 怎么办 一样道理 就是怎么办 把这个R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这个R非常好用 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没有这个R 那以后就很麻烦了 资料就不会变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向下追 刚刚同学问到一个问题很好 他说老师为什么一定要从A2开始 不能从A1开始吗 其实这辈子最好这个A2指的就是你一个连续范围的开头 那如果说因为A1它不是连续范围 它没有资料 所以尽量为什么从A2 因为如果A1有资料那你可以从A1没关系 有没有 因为这边没有栏位名称 如果有你可以从A1开始 我可以示范给各位看 有没有放这边 Ctrl向下 有没有 它就停在A2了 那如果你从A2的话 Ctrl向下 Ctrl键按住 向下 它就追踪到第九 那你加1就变10了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说以后我中间会有 突然有一个地方空就怎么办 那就不适合用这一招了 因为它会停在这里 OK 那所谓的Range 其实基本上就是必须是一个连续范围 连续有资料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追踪的话 那你一定要追踪那一栏 是不会空白的 像编号一定不能空白 所以通常我们追踪 都会去追踪第一栏 因为通常是编号 编号没有人在空白的 没有编号 你那个资料就是有问题的 那有问题的 当然那就是你要改变 因为那个资料库的正规划里面 你的Key一定不允许怒 不允许没有资料 OK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OK 好那我们就追踪到的那个位置 加一 所以这很重要 但问题来了 我现在这个10 如果说下一次就变动 那怎么办呢 我直接把R带过来就好了 带的方法一样 双一号 10把它改成这个 所以其实比较聪明的办法应该是什么 把它复制 贴到这边来就好了 这边有没有 再把它贴上去就好 不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10 它已经是这个字串的最右边了 所以如果你贴上会怎么样 其实会多一个end空的 所以end空的是多的 理论上这个是可以拿掉的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不过同学大部分都会comfuse这边 特别重要这个的话 因为它这个10已经是最 这个字串的最右边了 所以如果你要放 你就不用再多用刚刚的方法 这样的话会多一个什么 end空白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这个可能回去你们再揣摩一下 就是直接把它删掉 空一格end end什么呢 end加一个r就可以了 因为它右边没有东西了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多串一个空的给它 这个可能要注意 不过这一部分蛮多同学好像一直都卡住了 不过你们回去再想想看吧 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10旁边没有东西 所以直接串一个r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的话串上去 它就自动会去假 那自中的话怎么自中 其实也是一样 你就拿这个来改算了 range这个范围 一样是这个范围 自中的话呢 点下去啊 那特别最 自中有分成那个水平跟垂直的 ok有没有 就是那个格子啊 它有水平自中跟垂直自中 那水平的话呢 因为它就是英文啦 水平就是honirontal 所以h开头 如果你那个honirontal 那个字拼不出来的话 你就打一个h之后 看哪一个属性的单字最长 就那一个 哪一个有没有 最长的那一个 这个honirontal 对齐就是olig oligman就是对齐 oligman有没有 honirontal oligman就是水平对齐 但因为它是英文的 ok 那如果你实在 没办法把这个单字背起来 你就记h就好了 点h就好了 ok 这应该最简单了 你也不用特别背它吧 没有人说你要学程式 还要先把英文学好 不过至少你要知道 至少知道 honirontal oligman有没有 它其实前面是水平 后面这个单字是对齐 oligman有没有 就是那个 本来是动词变名词 ok 因为我们不是英文课 反正知道意思就ok了 好 其实最麻烦的 我觉得写程式最麻烦 就是你可能 英文能力也要稍微 稍微好一点 因为它全部都英文 ok 好这样子 然后对齐方式 是要是哪一个呢 等于 至终的话 特别是要 我们知道是center 但是在esail里面 它习惯前面都加什么 xl ok 就是它的那个参数名称 习惯都要加一个xl 比如说 靠右就xl right 靠左就xl left 然后这个都xl center 就这样ok 对齐方式 然后画那个 重新再画那个线的话 比如说我要希望这个范围 那其实就是类似一样 干脆这个把它复制下来 画线还记得吧 a 应该是a1 其实所以这边 这边就不用了 直接就把它改成a1就可以了 a1到 看区 h h画进来好了 ok 不然h没有画到 到h的多少 h的最下一列 所以and r就可以了 这样写 看得懂意思吧 我们a1到 a1从这边嘛 一直画框线 到h的最下面一列 有没有 and h的最下面一列 ok 然后呢 画框线还记得怎么画吧 点什么 点boulders 打个b就可以了 然后点什么 颜色 还记得吧 上个礼拜 color color 红色呢 rgb 挖湖多少 r全部255 斗点 绿色没有 蓝色也没有 那就红色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123 好做完了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格式化反正就是后续的 当然还有不够再加 反正就是把它你要输出的表格做漂亮一点 最后呢 run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好不好 ok 比如说再多一个ccc好了 Enter 再输入Enter 那格式 再新增 我们看一下 新增下去 所以它基本上是先把这个格式化成微软中黑体 然后再把它全部置中 然后再把它的框线本来已经画到这边了 那我们再延伸画过来 不过你说 老师那我根据我不要从A1嘛 我从这个它下面这个地方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从A的最下面也ok啦 其实所以这边刚刚这个地方 也可以仿照上面的是没有问题 不一定要从A1 只是说感觉好像整个从画过一遍 感觉好像比较ok 所以刚刚主要就是 1 2 3 ok 分别完成 那请各位再试一下 画面再切还给各位